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俄乌战事的最新消息 泽连斯基称有3.1万名乌坎士兵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期间丧生 2024年1月11日在基辅圣迈克尔修道院举行的葬礼上 士兵们抬着乌坎士兵兼军人马克希姆克里夫佐夫的灵鹫 他在对抗俄罗斯军事行动中丧生 乌安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自俄罗斯对乌坎发起全面军事行动以来的两年内 有3.1万名乌坎士兵在行动期间丧生 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坎兰2024年论坛上表示 对乌坎兰来说每一场损失都是一项巨大的牺牲 他补充称数万名平民在乌坎兰的被占领地区遇害 但又表示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会提供确切的数字 这是自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坎兰的全面战争爆发以来 基辅方面首次确认士兵的损失数量 俄罗斯也很少提供有关伤亡的官方数据 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 媒体区在上周六表示 在2022年和2023年期间 约有7.5万名俄罗斯男子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在2023年12月中旬被解密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估计 有31.5万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坎兰阵亡或受伤 报告称如果这一估计准确的话 那么这项数字将占到俄罗斯战前军队人数的87% 俄罗斯对乌坎兰战争已经持续两年时间了 而且两周年纪念活动 则表达了乌坎兰的西方盟友 向他提供的持续支持 新的双变安全协议 以及新的援助承诺 但是乌坎兰国防部长乌美罗夫强调 如果乌坎兰想要抓住机会对抗俄罗斯 那么这些西方盟友就仍然需要兑现承诺 他还强调武器运输的延误将会导致生命损失 乌美罗夫在基辅举行的论坛上发表讲话称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敌人 他们的经济接近2万亿美元 而且他们将高达15%的官方和非官方预算资金 勇于战争 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 因此从基本上来讲 如果承诺未能按时兑现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人员 失去领土 欧洲方面承认 其距离在今年3月份 向乌坎兰交付超过100万枚炮弹的计划 还差得很远 而且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交付 乌美罗夫强调 这种拖延 使乌坎兰在对俄罗斯的战争数学中 进一步处于不利的地位 而西方称 俄罗斯正在日益建立其战争经济 由于美国国会存在的政治争议 来自美国的一项高达600亿美元的 重要援助计划受阻 从而削弱了基辅的处境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这些阻碍直接导致乌克兰 被迫从阿弗迪布卡撤军 在上周日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 他深信美国不会在财政军事和武装支持方面 放弃乌克兰 在最近几周内 前线部分地区的战斗加剧 在上周日 俄罗斯的炮击和火箭弹袭击 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 据乌克兰当地官员报告称 扎布尔热和赫尔松 至少有两名平民死亡 8人受伤 俄罗斯和乌克兰还继续进行夜间无人地的袭击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在夜间发射的18架 由伊朗制造的沙克德无人机中的16架 据地区军事当局报道 在上周日上午 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 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一处不明设施 但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俄罗斯军队似乎还在向阿富蒂夫卡以西施压 在本月对这座战略城市的占领 使俄罗斯取得了一项重大的胜利 赛林茨基在上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克兰已经制定了针对俄罗斯军队的新的反攻计划 乌克兰军队在去年进行了反攻 但却未能突破俄罗斯在其占领的南部和东部地区 所设置的防线 赛林茨基表示 存在一项反攻计划 这项计划非常的明确 但我不能告诉你们相关的细节 他也表示 在本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项重大改组 便与战场上的这项新的行动计划相关 赛林茨基表示 这项计划与管理层的变化相关 也存在相应的变化 由于信息泄露 我们将会制定多项计划 但他没有予以详细的说明 他在早些时候曾表示 乌克兰在去年发动反攻的计划 一定被泄露 而且是在行动开始之前 就被放在了克里姆林宫的桌子上 以此同时 在基辅举行的这场论坛上 除了强调军事交付方面的问题之外 乌美罗夫还坚称 乌克兰军队今年正尽一切可能 甚至不可能来确保取得突破 这位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未来几个月的强有力的军事战略 已经到位 但却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与泽连斯基成人开战以来 3.1万名乌军丧生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俄罗斯有一位军事博主 沃罗佐夫 他是隶属卢干斯克 分离武装第二军团 第四独立魔不履的一名忠师 俄部战争后 他利用军中人脉与信员 长期网上写作 揭露俄军高层指挥师 和俄国防部好大喜功 报喜不报忧 由于报得很准确 很快就建计起了公信令 他在2月19日发布的一篇报道称 俄军在阿弗地布卡的行动中 有1.6万名俄军阵化 俄军有个上校威胁他 如果他不删除这个报告 将切断他所在连队的弹药 和军事装备供应 而他只是为了保证 他部队的弹药供应 选择了身中武枪自杀了 穆勒佐夫在自杀帖子中 表达了对俄罗斯被敌人占领的担忧 以及对将军们牺牲士兵生命的 做法的强烈不满 他写道俄罗斯是我的家 但现在他正被敌人占领 将军们准备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 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拖延而成 2. 泽勒斯基表示 俄罗斯最早可能在5月下旬 尝试新的攻势 泽勒斯基周日表示 俄罗斯最早可能在5月底 或下初尝试发动新的攻势 他们会做好准备 我们将为他们的战斗做准备 他周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重申 他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武器 来继续与俄罗斯作战 乌克兰国防部长周日 在基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中 有一半迟到 因为人们对乌克兰但要库存日益减少 但又日益加剧 泽勒斯基补充说 未来几个月对他的国家来说将是艰难的 因为美国存在政治不确定性 美国大选将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 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周日早些时候表示 该国正在经历最困难的时刻 但他在国内外仍有信息 如果我们都分崩离席 在外部与我们的伙伴上帝保佑 在内部 那么这将是最脆弱的时刻 到目前为止 这还没有发生 泽勒斯基说 三泽勒斯基 如果没有更多的美国援助 乌克兰将有数百万人丧生 泽勒斯基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如果美国不批准乔拜登总统 向该国提供6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请求 数百万人将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丧生 当被问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万斯发表的声明 即使乌克兰收到这笔钱 战争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时 泽勒斯基说 他不确定万斯是否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 要了解他 就是来到前线 看看发生了什么 与人民交谈 然后去平民那里了解 如果没有这种支持 他们会发生什么 他会明白 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被杀死 这是事实 泽勒斯基说 万斯认为 参议院通过的乌克兰计划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现实 他说 美国没有制造能力 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弹药 也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相反 他呼吁与俄罗斯谈判和平 已结束战争 并抱怨美国的政策没有明确的结局 几个月来 乌克兰一直警告说 他的军备即将耗尽 泽勒斯基在周日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就在战争两周年后的第二天 他仍然希望更多的美国资金 可能很快获得批准 美国众议院一场 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 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将参议院法案付诸表决 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拒绝这样做的呼吁 冒着可能遭到自己党派成员反抗的风险 四 白宫促众议院共和党人释放队伍援助拨款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5人说 我们需要资金才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们现在没有资金 只有国会能够提供资金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敦促众议院共和党人释放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拨款 彭博社报道 沙利文星期天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 呼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摆脱共和党党团小组的政治斗争 将总统拜登要求向乌克兰提供600多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法案 提交全院投票 沙利文说 我们需要资金才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们现在没有资金 他说 只有国会能够提供资金 这是现实情况 美国对乌克兰的紧急支出法案 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进攻的主要生命线 由于共和党国会领袖试图迫使拜登在边境安全和移民政策上做出让步 导致紧急支出法案被卡在了国会好几个月 无法通过 在另一个访问中 沙利文承认 即使受到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制裁 俄罗斯经济2023年仍然连续第三年取得增长 因为沃斯科战时经济提振了它的工业生产 沙利文接受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访问时 说 确实 俄罗斯经济就它的战争机器而言是具有韧性的 我们需要继续的削弱它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的这么做 七国集团领导人2月24 在俄乌战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线上会议 试图向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保证 他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坚定不已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日发出警告 称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并发誓不会抛弃这个欧洲盟友 舒默在结束乌克兰之行返回后表示 今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并补充说乌克兰输给俄罗斯 也将对美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他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一个转折点 表明美国有能力 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权利 我们的能力 当我们去那里时 我们告诉乌克兰人民 美国不会抛弃你们 这位参议院领袖 谈到了乌克兰需要更多物资的一些关键领域 包括炮弹更多破坏俄罗斯供应网络的武器 以及更多的防空武器 舒默举了几个例子 说明乌克兰正在努力发动战争的方式 包括他遇到了一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 他能够识别俄罗斯大炮 但不再拥有摧毁他的弹药 舒默还表示 俄罗斯军队的火炮发射时间呢 比乌克兰大炮的还击时间要长得多 俄罗斯人可以站得更远 打击乌克兰人 而乌克兰人无法反击他们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专了也好 做哈尔专了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车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朋友传播正义 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